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床的空间我已经做了两个月 可以洗手 上一次我还教大家如何转洞 挂洗手毛巾 其实是一个柜 还有很多东西要添加 首先你看看下面有浪水和去水的喉 如果就这样没遮没染 就真的很难受 所以今天的影片主要教大家如何装到门上去 这个柜一来可以遮到丑 二来又可以放在物件盒里面 三万元门收藏好它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关于木工所用的门架不外乎两种 一款我们称为胡蝶胶 另一款我们称为烟斗胶 这些都是一些俗称 我们经常在门边看到的就是胡蝶胶 胡蝶胶如其名 放开的时候就像胡蝶一样 但是安装胡蝶胶就不容易 因为要在门边做出一个凹位 把胡蝶胶嵌进去里面 而櫃门呢 安装这种烟斗胶 就简单得多 烟斗胶打开了 真的有点像烟斗 烟斗的豆 就嵌进去门里面 而烟斗的柄 就安装在柜边 所以安装好之后 整个教材是藏在柜的里面 外面是看不到的 而且还可以直接调教这两个螺丝 调教柜门的位置非常方便 要安装烟斗胶的豆 然后呢 就要准备一支 35mm直径的平底鑽 这种平底鑽 可以安装在一般的手电鑽 或者是鑽床上面 就可以画出一个直径35mm的孔 而孔的底是一个平面 那便方便安装烟斗胶 这次呢 我们先把它安装在一把充电的手电鑽上面 由于我第一次买这一款的烟斗胶 所以我随便呢 就用一把甲板来试装 我在木板的中间画出一个中心 而瞄准中心点呢 就将这个35mm平底鑽进去 当然在转孔的时候 我们要时不时量到烟斗的深度 然后把烟斗的深度转到一致 然后烟斗就可以放进去 然后烟斗就可以放进去 我随便找一块木板的时候 就用大了 经过量度之后 我知道中心点 于是我再将木板材切好 安装好之后 门和柜门边的尺寸是互相配合的 然后把烟斗试装好 然后把烟斗试装好 只需用两口六分的木板螺丝 就可以了 安装好螺丝之后 你可以试试这个烟斗是否能够板动 然后把烟斗和柜门一起安装到柜边 使用的是两口六分的木板螺丝 安装好之后 你可以留意一下柜门和柜边距离是多少 如果尺寸不适合的话 就可以靠个螺丝调隔了 前面这颗螺丝可以做到柜边之间的套路 而送开后面这颗螺丝 柜门就可以推出推入去紧贴柜边 试装成功之后 我和Johnny就去准备柜门了 我们打算在这个空格里 安装两道窄的柜门 于是我就请Johnny 帮我捏好这个胶边 和修饰好 然后就在柜门的一上一下 距离相同的地方 画好线 再在距离门边25mm的地方 画出十字 然后就转上平底孔 好 好 那你现在先帮我装一下 接着就把两个烟斗膠 一上一下安装好 如果两道门紧贴的话 没有手腕 是开不了门的 所以我们再在这个位置 安装好一个手腕 3mm 安装的方法 就是转上一个4mm的孔 然后用一支基压螺丝 在底部安装上来 完成之后 就可以将整道门安装上去 由于我的柜边 都是有焦火板的 所以安装前 最好先转小空 再安装木下螺丝 安装好螺丝之后 就是调教柜门的时间 好 再试 再试开 如果发现开关不太顺畅 就要不断调教 直至到顺畅为止 调教完成之后 就应该可以做到这样的 好了 完成了第一步 我们顺便做第二步 做法一样 是先安装烟斗膠 然后再安装上去柜边 但这次呢 就要注意两道门关门的时候 会不会重踏 遇到这样的情况 亦都是调教螺丝来修正的 正式来说 正式来说 在两道门之间 还要加多一条木材 今天透过这两道门 我告诉大家 究竟我们做门教 有什么选择 亦都因为安装烟斗膠 让我们学习了 如何用平底的转头 当然安装门教 和做门的精准度 亦都很高 大家都要练习更多 这些技巧才会纯熟 但作为加工的木工充作方面 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技术 现在这个柜门 除了可以遮住出入水 这个水喉之外 还可以把杯面留在这里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为止 如果大家喜欢卡洛斯的影片 请关注、点赞和转发 拜拜